当原本的一个国家分裂为二 当两边领导者再度会面 握手言和成为两岸与两韩不可逃避的历史命题 经历过二战 内战 美国苏俄两大强国的势力之下 韩国 中国皆一分为二 一个在北纬38度线逐起高墙 另一个则隔着台湾海峡分割东西 因为他们没有像台湾海峡这么一个天然屏障 所以使得他们时常都处于在北韩的攻击 但台湾是独立于大陆的岛屿 有原本的居民 原本的文化 更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殖民统治 加上之后执政者有系统的去中国化 海峡两边的国情已经大不相同 而南北韩是单一民族 唯一的外来统治政权只有日本 国家内没有所谓的外省人本省人 无论两韩关系如何紧张 彼此同属于一个国家的认同从没动摇 一部分人有很强烈的本土意识 甚至于有所谓的对日子情节 所以使得他们对于国民政府 对国民党有强烈的敌视 两岸统一没有两韩统一这么高的民意支持 也是因为大陆对台湾的种种施压 相较于南北两韩关系平等 不只是因为北韩用军事与南韩的经济 外交相抗和 更是因为南北两韩在联合国上都有席次 台湾目前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所以使得我们在这个当下 就必须要注意我们跟中国大陆接触时候 的这样一个地位 两岸因为土地的差异 所以使得我们的兵源不可能跟大陆维持这么大 那经济呢 那更不用讲了 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第二点 台湾不只失去了国际地位 论土地 人口 经济 我们都不像南北韩有实力平等对话 同时背后的国际势力更对两岸统一 有着复杂的不乐见 他们两国在经贸上的利益 其实是交集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所以他不希望两岸的关系影响到他的经贸的关系 尤其是川普的政府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因为呢 美国当战略上不希望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 那第一岛链正式的就已经瓦解了 所以美国一再强调的是 这个区域维持现状 相较于两韩交流 对美中两国都有利益 两岸的背景更复杂也更难解 平战线的彼此 若没有交流共识 又怎么能够再创历史新局 欢迎新闻 热闻璞黄运晨台北报导